每周一讲 Weekly Talk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周一讲 今天的主题是 加拿大 加拿大是位于北美洲 北部的国家 首都是沃泰华 官方语言是英语 和法语 中国的国宝是熊猫 那么加拿大的国宝是河泥 也称海泥 同样的 加拿大的国树是风树 也是加拿大国旗的标志 风树已经被加拿大的人民 视为国树和国花来珍爱了 美丽壮观的森林 雪山 琥珀 岛屿 大自然的美 无不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这里 加拿大的美食也是很吸引旅客的 肉汁 奶肉薯条 炸薯条 加上奶肉块 然后浇上胡椒味的肉汁 很是受欢迎 好了 在学习了这么多有关加拿大的知识之后 让我们来做个小测验吧 After learning about Canada Let's do a quiz 问题一 加拿大的国旗标志是什么树 No.1 What tree is the symbol of the Canada flag? 问题二 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是什么? No.2 What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Canada? 问题三 加拿大的国宝是什么? No.3 What is Canada's national treasure? 好了 现在轮到你来讲讲看啦 Now it's your turn to talk 你想去加拿大旅行吗? 和谁去? 说说看 Would you like to take a trip to Canada? Who do you want to go with? Talk about it 那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